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加快搜索进度 整个区域已经被划分给不同队伍 进行地毯时搜索 除了以坠机地点和过火区域为搜索核心区外 工作人员已经将搜索范围扩大到附近山区 范围扩大10倍 目前第一部黑匣子已经紧急送往北京 进行修复驿码 该台黑匣子经判断为画音记录器 其储存部分虽然破损但相对完整 实际上黑匣子只是一个俗名 它的实际名称是飞行数据记录仪 总共分为两种 一种负责记录飞行数据 而另一种则负责记录飞机舱内的录音 为了方便寻找黑匣子一般都被漆成鲜艳的黄色 由于当地前不久经历降雨天气 搜索现场十分拟硬 给搜索工作带来不小的难度